今天我们非常的开心 可以邀请到乐义方的创办人 陈志贤 Jenny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Jenny你好 你好 Jenny想要问你 就是那个乐义方啊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是说跟什么有关 乐义方他是跟 就是本来是跟音乐有关 那但是因为后来我喜欢手作 所以后来又跟就是手作的艺术有关 OK 那手作跟小朋友有关 还是跟大人有关 其实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现在不只是小朋友喜欢手作 现在越来越多大人也喜欢手作 因为现在工作可能压力大 大家都很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做抒压 或者是跟生活做一个结合 真的有抒压到吗 真的很抒压欸 对啊 一开始可能会觉得 怎么整个程序都一样 但是当你在组合起来 那个成就感是会很大的 嗯 对 其实以今天我们就用现场的作品来讲 就是说他的一个那个程度啊 什么各方面啊 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对对 从右边这边开始来讲 哦 右边这边就是一个 就是手作的一个那个水果中 然后他就是有不同的 就是你要做完水果之后再组合 然后这个这个凤梨的皮啊也是还蛮仿真的 这个都是小朋友还可以摸的对不对 对小朋友可以玩的 嗯嗯嗯嗯 但是这个会有一点点难度啦 就是小朋友可能会把它再简化一些 哦 OK了解了解了解 那小朋友是可以从这些香蕉片啊或草莓啊 那这些锁器啊对对对对但是你说 做组合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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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旁边的这个小朋友 他还可以玩吗 哦如果是植物的部分啊就是 嗯一般小朋友可能目前还说来说就是 因为他们可能小肌肉的部分 还没有发展到非常好 所以植物大部分现在是以大人为主 ok 但是你真的是在这一块 真的找到一个能够挑战的一个成就感 对 我在这里找到非常大的成就感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学习是会有点缓慢 因为你可能对植物的一些形态 你还不是非常的了解 但是当你开始慢慢做 刚开始慢慢做的时候 你就是要可能要花一些耐心跟观察力在这里 你要知道说植物它的形态 它的花瓣 它的叶子 它是怎么样走的 它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一份的观察在融进你的手座里面 那你老公是怎么跟你讲的 老公那时候看你对一个花瓣还是怎么的人 花那么多的时间 他应该也有办法理解 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室内设计师 那室内设计师的工作的话 就是他可能在做这个project当中 他也需要花很多的耐心跟细心在里面 所以他应该也很能够了解说 我的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这里 因为它其实是有很多的细节 像你看这个玫瑰花 它怎么样内卷会卷得好看 然后怎么样外翻会它的花瓣会比较自然 比较拟真 你是不是曾经就是看着一个花瓣 然后看着很久很久 然后他就说 这不过就是什么 对对 像有时候像我们出去 因为以前因为我不是一个绿手指 我其实是黑手指 我其实不太不太懂得怎么样照顾植物的 那一直到我接触这个花之后 我发现我会 譬如说你走在路上 然后看到路边有野花 然后我就会蹲下去看 我会去观察 它那个花瓣有几瓣 然后它那个蕊是怎么长的 然后它那个叶子是怎么长的 好特别 我就会拍照 或者是 就如果有 譬如说它已经卸了掉在地上 我会把它捡回家 去观察它为什么长这样子 然后如果说我要复刻的话 它会是什么样的样态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是 对那不只是花卉 就是对 就是水果 像我昨天在吃一颗樱桃 然后樱桃不就我们就拿了 就放进嘴里就吃了吗 我就拿着樱桃 在那里左看看 右看看 然后我先生就说 你干嘛 就是不就吃下去吗 我就说 我要看一下这樱桃 这个凹陷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它的颜色的分布 到时候上色的时候 我要怎么化 对会让它更拟针 然后它那个 它的那个杆杆 还是那个 它的那个 这个叫什么 地头啊 它的地头怎么样可以让它 就是看起来 就是看起来很真这样子 对啊 然后有几次我也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我有做那个就是 就拟针的食物 那个坚果啊 还有我做过蓝莓啊 蓝莓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可能要装饰派嘛 所以当然要做很多 所以我就做了一大堆 然后就摆在那边 然后我就po上网 然后我朋友就 我就说 不能吃 对啊 然后我朋友就说 为什么不能吃 你肚子痛哦 还是胃不舒服哦 我说因为是黏土做的 他说怎么可能 对啊 然后还有一次 也是我那个做了 一盘坚果啊 里面也可能有 比如说杏仁啊 可能有核桃啊 可能就是夏威夷果啊 就是一盘这样子 就也是摆在桌子上 然后我们家的打扫 阿姨就说 哎太太你这个 不能放在桌子上啊 等一下那个夏天 可能就是蟑螂会来这样子 对啊 我就说不会 他们绝对不会来吃 因为这不是真的 对啊 就是啃你真 就是看起来很像真的 所以就是把这个 也变成一个生活化的一个 就是你观察 你生活中的 比如说食物啊 或者是花卉啊 然后把它做成黏土 我觉得很有趣 嗯 真的很有趣 然后其实你开始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兴趣 然后跟人接触 然后 类似这种市集的 到了中心大学 对不对 对对对 你为了那一场 你做了怎么样的一个准备啊 我那一场 我其实我只是 当初只是一个发心 就是因为它那个是 一个公益的一个市集 那想说就是 得到的收入 就是说 想说得到收入 可以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才答应那场市集 那那场市集其实是我第一场市集 我从来没有去摆过摊 或者是参加过任何的市集 那那时候我在做的时候 我当然就是一直发想说 我今天想要卖什么样的商品 比如说发夹耳环 或者是钥匙圈 吊饰等等的 我就做了大概差不多近百样的商品 要去卖这样子 那过程中就是 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平常还有别的工作 然后照顾小孩的 时间真的是也是蛮紧的 所以我真的是日也做 夜也做 都是为了那个市集在做准备 那可是在这中间呢 就是有一些 就是可能常常去摆摊的一些朋友啦 他们就有告诉我说 哎呀你不用这么认真啦 他说很多其实去逛市集 都是好玩的心态去逛的 然后就是手作品 就是可能你也不会买啦 就是你不用这么认真做啦 对啊 然后我就是没有在管他们 就不管他们说什么 反正我就是想说 就是我今天我就是发心 就是希望说 我今天做的这一场市集 我是要做公益 我是要去帮助别人的 所以我就是还是照我原本的计划 我还是把我该做的做好这样子 然后到了当天 我觉得我们那天也其实也蛮幸运的 就是可能我们的摊位刚好在 而且是在室内哦 不用风吹日晒 因为东京大学有分 他们好像什么什么堂是在里面 然后还有外面的 就是那天风也蛮大 对因为圣诞节的时候 风也蛮大 就那天虽然有大太阳 但风很大 但我们的摊位是在里面 而且是靠厕所 那可能经过人都要去厕所 所以就经过人都会 都会看一下我的摊 然后我的摊呢又摆的 就是我不是这样商品 就随便桌上三一桌这样子 我是有经过一点设计 就是我把它摆得很像圣诞风啊 对对对对 然后就那天生意就真的还不错 对啊 所以这第一次出摊 就是可以有蛮好的成绩 我真的很高兴很高兴 对啊 而且也就是信心大 真的讲 然后有就是也蛮多人喜欢我的作品 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对对对 包括今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也都是你临时为了来这边受访去做一点功课 比如说其实像这样子一个手作啊 它基本上在做的时候是一朵花一朵花作 你今天是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让我们以为说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因为每一种花种不一样嘛 那其实你擦花的时候可能也会 这个擦一点那个擦一点 那但是因为我 我是每一种花我都有把它分开放啦 那今天是因为就是空间的关系 我没有带太多的作品来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摆也是不错啊 就是因为这个摆盒它蛮大朵的嘛 两朵其实就差不多 它还有很多包呢 还没开呢 对啊 对啊 那玫瑰花也是我蛮喜欢的一个作品之一 就是把它插在这里当装饰 那就不用 这因为绿叶已经蛮多了 所以我就没有再弄其他的东西 我就是不用太复杂 我觉得这样素素压压的也很美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林兰小小朵 对你而言当初是一个挑战 对林兰而言 它其实算是一个花卉一个初阶的一个作品 但是我觉得它是有一点难度的 因为你这个土 你要知道说怎么样把它弄 它会把它它会土是按照你想要的方向跑 然后说那怎么样把它弄 它会变成一个像铃铛一样鼓鼓圆圆的 不然你就会可能会做的太长啦 或者是它就是形状歪七扭吧 它就不鼓不圆不像铃铛 那林兰其实是就是大家蛮喜欢的一个花卉之一 因为它是象征幸福 那前阵子我就是表妹结婚 我就送她一桌 然后她很喜欢这样 OK OK 其实你那个现在耳朵戴的这个 对我现在戴的 就是也可以把它做成耳环 然后就是因为我自己 就是比较喜欢那种的红杯黄区 对 一颗的那种也喜欢 但是我就是很喜欢 比较喜欢这种可以 垂垂式的耳环 所以我就把它做成像这样子的耳环 我觉得也是蛮蛮蛮可爱的 对啊那如果就是有些人穿比较素色的衣服 也可以做成像这样子的胸针 这个是就是勿忘我的一个小花朵 然后加上就是几颗蓝莓 有熟的跟没熟的 对对对 这样子做一个设计的组合 然后放在衣服这样子也是挺漂亮 然后因为它这个是石膏的材质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滴精油 或者是喷香水 你就是可以 就是随身可以香香的 就是 就是有些人 比如说皮肤比较敏感 不适合喷香水 会起疹子的话 就可以直接喷在视频上 那可以做成耳环 那我之前有做过那个山茶花的耳环 给我自己跟我女儿带 很可爱 而且很吸睛 那山茶花就是chanel那个山茶花 白色的 是 很漂亮 OK 好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你对于我们的这个乐意方的短中长期计划 短中长期计划就是 希望我自己的手艺就是能够更精进在这方面 然后可以所以 手艺更精进的话 就可以带给大家更就是细致更好的体验 可以带给大家的服务这样子 那中期就是我希望呢 就是我的 因为我也有个教室 我希望我的教室跟我的网站能够经营的更好 可以让大家更知道这些东西 然后更邀请大家来跟我一起 就是享受这个手作的美好 是是是 对对对 那比较长远一点的计划 当然是有再有更多的人 可以跟我就是体验这个之外呢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就是身心疗愈的一个 兴趣体验 然后呢也可以就是 从手作的这个 疗愈的这个体验当中呢 可以对生活能够有更多的观察 跟美感这样子 OK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就是当初你是等于在国外高中就出去 对 然后你很爱台湾 你又回来了 整个台湾的一个手作环境对你来说一个是什么样的 就是支持着你 其实你现在是在个人的兴趣跟创业之间在把它做一个平衡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就是一把火就是我非常非常的热爱这些东西 那从我就是学生时代因为就对手作有兴趣 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接触到黏土 但是我就对任何的手作都还蛮有兴趣的 所以就一直一直就是坚持到现在 那现在是对黏土是最有热情 对呀 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他需要你一些耐心 说真的 有很多人就是说 怎么做这一半花瓣也一样 做那一半花瓣也一样 我要做一百片花瓣 然后做完还不知这样 还要再上色 因为上色可以让他更拟真更自然更漂亮 当然 所以这中间其实是花蛮多的时间的 但是从这中间呢 你也就有些你不用急嘛 你就从这里慢慢 其实我是一个蛮急性质的人 可是我不知道在这方面 我就是可以让自己很enjoy在这个手作的氛围里面 对呀那我觉得现在人就是也压力很大 也可以就是把压力放松在这一块 对对对 刚刚有讲到说 他其实就是很多的这个手作课程 然后其实你真的希望可以推广手作课程 他真的可以让你就是最大化的去利用你的这个闲暇时间 要不然其实你还是会想要以孩子的这个成长为主 对因为我其实是蛮忙的 然后因为孩子现在都是在一个 一个是幼稚园一个是小学生 然后所以他们现在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功课压力也蛮大的 虽然我女儿是幼稚园但是因为她念的是就是有有有美语的学校 那学校的功课也是有一些这样子 所以也是要陪她读书这一块 对啊那我之前就是也有陪陪陪我的孩子那读书 然后读书读到一个我自己好像也在一个小小的社团里面去分享一些我的经验跟孩子为什么喜欢这套书 那小阵子呢我也累积了一点小小粉丝也蛮喜欢我写的东西这样子 对啊就是他们看了我推荐的书他们也想要让他们孩子去看 OK 对啊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乐义方的创办人陈志贤 Jenny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分享他对手作的热爱 其实呢他的这个兴趣非常的广泛 然后大家都很希望他可以发展下去 但时间有限他最后现在的最爱就是我们的这个 对 他是什么样的材质就是花的这个部分 对我最近呢就是一直把我的时间都花在做花上面了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崩溃因为太多 因为我每次都选那种花瓣很多的 那好就是所以要做很久那好不容易想说来选一个百合花花瓣比较少 结果没想到叶子很多 所以就是对啊非常训练你的耐心跟细心度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在这方面就是从这方面就是从这里做下来 我就觉得说在这里就是训练你的耐心观察力 然后当你组合起来的那一刹那你真的觉得整个成就感都上来了 然后再加上你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哇好像真花哦 然后就听了就更有成就感这样子 他们现在可能会开始就会知道说 他跟摄影的原理是一样的 没有一台相机可以取代我们的眼睛 那个自然的东西是浑然天成的东西 可是当你把它做出来 他完全考虑考验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 然后怎么样把自然的那个浑然天成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是你最想要透过你的手作然后去真的去让我们在这个 日常当中的所谓的生活化的一个生活的体验对不对 其实我很想告诉大家是其实我做花的 就是我做年土的这个年资其实没有很长啦 那我做花也是其实从去年年初才开始的 所以我时间没有非常长喔 可是可以做到这样 第一个当然是我非常的喜欢 然后不停的练习之外 我觉得就是也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尝试啦 你不用说你真的是要很厉害 你才来做这些 不用开始就很厉害 要很厉害才会很 才会 要开始才会很厉害嘛 对对对对 不用很厉害才开始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体验 搞不好你就可以发现你有这方面的 Talent这样子 他的这个材质 这个叫什么年土 这个叫冷磁土 冷磁土 对冷磁土 他也叫花意图 就是专门做花的 他就是他干了之后 他会有一点点的透感 对对对 就像我们那个花 你拿在阳光下面看 他就有一点点透透的感觉 好现在就是冷磁土 对冷磁土 花意图 花意图 吸引到我们Jenny的这个目光 让他停住在这上面 可以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这个行列 再次的谢谢你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